我們苗栗縣西武鄉的溫彈 它的歷史是從民國48年由我阿公開始 種下第一批溫彈樹才開始到現在 種下去之後覺得不錯 然後就開始去推廣我們附近的農業 大家一起來種植溫彈樹 那後來種到現在 其實將近一塊一家隻的歷史 那我們這邊的特色其實 看柚子樹就知道 我們跟一般的像南部那邊的柚子樹 相對的來的較低 讓它好管理好採收 然後還有它品質會更好 因為我們的產量不會比一般的 像南部的柚子樹那麼高 產量來的高 我們家的溫彈的特色就是 相對的品質會比較好 然後吃起來會有一點蜂蜜的味道 對 然後不是非常細緻跟甜品 我們的分級會比較細緻 會透過兩道機器 然後再透過一道人工的篩選 才有辦法選出精美的禮盒 首先呢我們放完回來柚子呢 然後我們先經過這一道毛刷的清洗 然後將我們柚子外面的表皮呢 的髒污把它刷掉刷乾淨 再來透過這邊另外一個機器 去做一個大小重量的分級的選別 然後再透過人工去篩選它的外觀跟漂亮度 然後再去做分級跟包裝 那你現在來到我們果園呢 我們的體驗採收的那個季節呢 是在我們每個月的 每年的中秋節前一個月左右 那我們就可以開放育約 開放育約可以去做柴果體驗 那可以看到我們果樹其實非常低 柚子就是會在我們頭上 所以我們採柚子其實非常方便也非常安全 對 也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那我們可以現在來教大家一下 我們如何去分辨柚子的好 柚子的好壞 但跟大小哥都有關係 像我們混蛋呢 我們首先呢我們要挑那個上窄下寬 然後上窄下寬 然後形狀就像那個葫蘆形的形狀 那還有呢 大小顆是什麼樣的最好 但是剛好是我們上方有三顆 這個是比較小顆的 這個是很大顆 這個是很中的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說 那哪一種是品質最好 相對的 我們混蛋呢 它不像西瓜一樣 越大越好 那我們當然是選中小顆就好 所以呢正常來講這兩顆都蠻適合的 那這顆會比較大顆 那相對它裡面的果子啊 跟那個細緻度 就相對的沒有這兩顆才的好 所以我們在篩選 有沒有經過篩選 然後所以到時候出貨也就出這兩種的規格 對 那我們採收柚子其實很多人都說 採柚子需要什麼東西 剪刀啊 其實不用 只要雙手就好 那這雙手其實很簡單 我們以這顆為舉例 那我們每一顆柚子呢 上面都有蒂頭 對 都有蒂頭 那我們只要用我們雙手 左手輔助下面 右手的大拇指伸出來 然後呢 將 對你可以 將那個我們右手大拇指 放在蒂頭上面 對 然後呢 四肢手放後面就好 然後我們出力 唯一出力就是我們的大拇指 那我們數到一二三 我們越靠近蒂頭越好 數到一二三就推一下 一二三 推 它就掉了 對 就非常的輕鬆 今天晚採果之後 那如果民眾沒辦法來這邊體驗的話 那他們有辦法從網路上面預購嗎 或是要怎麼選購 那我們的粉絲專頁 只要在FB上面搜尋西湖水通國柚子農莊 找到我們粉專就可以頂購 或者是搜尋西湖水通國柚子農莊 也可以找到我們的官方的網站 上面也有那個線上訂購的系統 所以直接可以從上面訂購 那或者是說加入我們的LINE AT 也可以直接訂購 然後我們裡面呢 就會有這些我們的文彈禮盒 可以去做購買的動作 在來到封面 如果我們是可以去做購買的 我們會不會做購買的 我們會不會做購買的 你可以做購買的 我們會不會做購買的 人的獨iva